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到自地廣場的 Mandarin Oriental Amber 試試它的晚餐菜單 當然,這個星期是 Dining Week 。如果用匯豐的信用卡,可以享用它的特殊菜單 稍後看一看菜單,但因為早了到,只要坐在這裡,看看有什麼酒 我們當天訂了6時,5時9時就不讓我們進入餐廳 這裡也有很多名貴的酒,當然我們當晚沒有喊到 我們當晚6時就帶我們去預訂的位置 我們就訂了這些BOOTH SEED 其實是一個名字的決定,因為這裡的地方比較窄 有些位置會看著對面人家的桌子的人 面對面看著,我覺得有點尷尬 我們這個位置是看著別人的背部也好一點 所有窗口的位置都會被人看著,所以有點尷尬 來到這裡有濕紙巾 細心的位置是倒水是暖的 抹手時特別舒服 這間餐廳的服務好度是如果有一位去洗手間 他們是不會上菜的,會等客人出來才一起上菜 但是上菜菜式的質素是不受影響的 我不會介紹太多了,但當日是一個Fall-Course的晚餐 它的底價是$11.65 之後當然要加10%的服務費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食品 主菜式的主菜式可以加錢 升級去吃好一點的食品 我們的食品已經升級了,一張看看 當晚的餐廳是包一杯香檳的 每個人是沒有年份的 但是是非常之香的 有些花香的味道,在唇膏上 在唇膏上也不會太乾 它包含一些餐廳的食品 值得提及的是這碗的食品 是糖尿味的Kambucha 大碗的食品 裡面有些肌肉 那些肌肉的鮮味是非常出色的 直接吃到一粒粒的肌肉 在醬裡面 這是非常有驚喜 如果大家來過也會有深刻的印象 是一個Fragua的Lollipop 這道餐廳是我們加的$498 你看到非常多真的魚子醬 下面也有海膽 這道餐廳是498 這道餐廳的味道 有些像蝦片的食品 炸了 都比較油膩 這道餐廳是Barratta Barratta 不是用牛奶做的 而是用豆 因為這道餐廳是不用牛奶的 吃起來很像Barratta 但是沒有牛奶的香味 這道餐廳是沙拉豆 這道餐廳是沒有牛奶的 它是加了椰子油 還有橘子油 吃起來是非常之香 這道餐廳是另一道餐廳 這道餐廳是一個煎鴨乾 它是很脆的 而且裡面是很白色的 一會兒可以看看 煎得很香 配料亦可以協助到 帶出鴨味 這道餐廳有些黑椒 這道餐廳是印度的黑椒 我真的不太知道 跟普通的黑椒有什麼分別 吃不出 這道餐廳我們叫了四成熟 也是餐廳建議我們吃生豆 吃起來沒有我們在法國吃那麼新鮮 但是在香港來說也沒有吃 反而失望就是配菜 看到一碟是Polenta 中間有些菇 但是吃起來的菇 也挺粗糙的 而且整碟東西都是偏鹹的 甜品 這道餐廳就是65%的朱古力 綠色的是牛油果 吃起來也不太合適 這道餐廳有綠茶 還有有Sake 雪糕 還有Pineapple 最好吃的是 反而脆的Pineapple 看見都站起來 好了,等了一等到最後 它是上了一碟非常大的食物 看到我們的供應 做過清醒的梅酒 也挺失望 因為首先它是完全不甜 非常之苦 在我個人意見 根本不應該在Desert 上 但是我們今天的餐 有碟三果 也挺特別的 Find Dining 有生果 這個Madelline 是非常之軟的 跟很多時候在家裡吃的 很硬的 很大牛油味的 很不同 這個蛋糕也是他們送的 沒有牛奶 吃起來也挺清新的 整體我們因為點了 Sparking Water 價值80元 所以買單兩位是3200元 一般來說都算是划算的 希望你們喜歡這段影片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